公元七百一十年 作为公主 在制度设计中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太平公主为什么从此可以左右朝政近十年呢 距离最高权力一步之遥 她为何没有向信仰登上皇位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七集 风头盖过皇帝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隆基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植字体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 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讲述太平公主不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政治野心膨胀的伟皇后 与安乐公主堵死了唐中宗李险 三哥的突然死亡 让太平公主意识到政局异常复杂 弄不好呢 大唐帝国又要面临着感性的风险 危急时刻 太平果断出手 与上官网联合发布了一份诏书 以官方的身份宣布 李显的第四个儿子温王李崇茂为皇太子 皇后伟氏之政事 相王李旦参谋政事 伟皇后与相王各执一端 十六岁的李崇茂实际上是傀儡皇帝 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平衡各方势力的结果 表面看上去啊 似乎皇权并没有旁落 但是呢 已经做上女皇梦和皇太女梦的伟氏 安乐公主 能够接受这个局面吗 大唐政局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惊变 这次太平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三年前也就是锦隆元年 公元的707年 伟皇后这一派呢 已经逼死了中宗在位时啊 所立的太子李崇峻 称为锦隆政变 这次政变啊 使得伟后在皇位继承的道路上 扫除了一块巨石 作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已经不存在了 中宗一死啊 似乎应该轮到伟后唱主角了 对 伟皇后就是这么想的 兵部尚书宗厨课 伟后的哥哥魏温等人呢 他们本来就是伟后这一派的 看到啊 历历重报为皇太子的这份诏书 他们很不满意 纷纷劝说伟皇后 此前呢 您的婆婆武则天不是顺利当上皇帝了吗 现在中宗已经驾崩 作为皇太后 辅佐年幼的皇帝临朝听政 那是众望所归啊 这一番劝说呀 正好符合伟皇后的心意 她呢 一直梦想着效仿武则天 登上九五之尊 可是伟皇后在能力实力和运气方面 能跟她的婆婆相提并论吗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武则天呢 在政治的红毯上走了三步去 第一步是当皇后 第二步呢 是当皇太后 第三步呢 是当上女皇帝 伟皇后呢 也想照着婆婆的路线走 可是啊 命运似乎跟她在捉迷藏 当时伟皇后只走了第一步 也就是当皇后 武则天呢 从十四岁入宫 到以六十七岁高龄登基 时间跨越 半个世纪之久 武则天的政治经验是十分丰富的 伟皇后呢 根本就不具备武则天的才能 她虽然跟随中宗很多年 但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偏远的房州和军州度过的 政治经验不足 另一方面 在政治势力上 虽然有女儿安乐公主的辅佐 有依附于自己的五三司等人 但都是能力平平 贪图享乐之辈 更悲催的是 她的亲儿子李崇润已死 在立太子方面呢 立谁都不是自己的亲儿子 因此呢 她跟皇太子势力的联合度方面 是大打折扣的 表面上看上去啊 李崇茂被立为太子 伟后呢 似乎依然在前台 但实际上在幕后打节拍的人是谁呀 毫无疑问 是太平公主 那么伟皇后能够甘于自己失败吗 显然不能 很快啊 宰相宗竹克 与伟后党与商议 更改诏书 改向王李旦 为太子太师 这样啊 就架空了李旦 随后呢 伟后就召集文武百官 为中风发丧 宣布呢 由他本人主持朝政 改元唐龙 16岁的李崇茂只是一个傀儡皇帝 而独揽大权的维后 政治野心也已经膨胀到了极点 再这样下去 大唐王朝可能很快会再次改姓 生死关头 太平公主派自己的儿子薛崇茧 参与了李旦三子李龙基 朱沙为后的行动 乌之联手发动唐龙政变 这场政变能挽救大唐江山面临的危局吗 李重茂继位啊 看似是中宗死后的政局 趋于平静 但是啊 平静只是表面 平静的表面下面是暗流涌动 向王李旦 虽然与世无争 但是啊 他却有一个勇武多谋的儿子 李荣基 眼见伟后篡权 年轻的林姿王李荣基 看不下去了 他呢 要除掉伟后 拯救李唐的江山社稷 可是他跟谁联手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 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处世机敏 在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太平啊 非常赞同李荣基的政变计划 还亲自派他的儿子薛崇茧呢 做李荣基的助手 这样可以一起行动 7月21日 李荣基的谋士 刘悠球率领进军了闯入宫中 杀死了伟皇后与安乐公主 在太平公主的授意之下 还清除了伟皇后的党羽 上官婉儿也在这次政变中被杀 上官婉儿此前还帮过太平发遗诏呢 怎么会被清除呢 其实啊 说误杀也好 说有意为之也好 在李荣基眼中啊 先后依附于伟后与太平公主的中宗皇妃 在政治斗争中左右逢源的上官婉儿 显然是不能够留下的 唐龙政变之后 梅皇后和安乐公主被除掉 而傀儡皇帝李重茂仍然在位 太平如何拥立自己的四哥 向王李诞登上皇位呢 于国有功的太平公主 从此开始左右大唐朝政 她为什么没有像母亲一样 再续女皇传旗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读太平 第七集 风头盖国皇帝 政变结束后 李重茂和他的叔叔 安国相王李诞登上城楼 说呀 伟皇后包藏祸心 窥似神器 已被诛灭 百姓不要惊慌 今天正为了安抚百姓 免除全城百姓一半的赋税 当时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物 就觉得不对劲了 皇帝安抚百姓相王跟着干嘛 也许呢 这就是政治信号 没过几天 李重茂在太平公主的胁迫之下 下诏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叔叔李诞 李诞因为在政变中啊 没有任何作为 身份尴尬 再加上呢 他性格寡淡 亦不在此 所以他是坚持不救 但是以妹妹太平公主为首的政客轮番上阵 劝说李诞 王公百官 上表认为呀 国家多难 应力掌军 推举李诞继位呢 是众望所归 在李重茂下诏让位的时候 李诞依然是上表推辞 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之下 他才勉强同意 6月24日 李重茂在太平公主的挟持之下上朝 因为中宗李显呢 刚刚驾崩 皇帝的玉座在东面 坐东朝西 西面就是中宗李显的灵鹊 旁边还站着相王李诞 太平公主啊 一见群臣都已经站好了 便说国家不安 皇帝为了稳定国家 要传位给相王李诞 唐龙政变的大谋士刘悠球 也适时的拿出了早就写好的传位诏书 义正言辞的宣读起来 李重茂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士 当时就傻在那了 赵书已经宣读完毕了 新皇帝李诞等着接班呢 而李重茂呢 傻愣愣的坐在笼椅上不动 在这个尴尬局面中啊 还是太平公主反应机敏 当即呢 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了玉座前面 对李重茂说 天下之心已归相王 此非而坐 意思是说 侄子呀 人心已经都归向你的叔父相王了 你已经不适合坐在这个位子上了 随后呢 他一把扯下呆坐的李重茂 拉着哥哥李诞的手 败过忠宗灵鹊 然后威风凛凛的将李诞扶上了皇位 接下来 太平正一贯 以恭敬的姿势率领群臣 山呼吾皇万岁 随后 瑞宗继位于成天门楼 大赦天下 正是因为太平公主 在这次维护 李唐王朝统治的政变中 功不可没 随后上台的李诞 跟他的三哥李显一样 在所发的红头文件中 大肆歌颂妹妹的雍丽之功 是这样写的 太平公主大义动天 恳承惯日 与日月齐飞的意思 太平屡历大功 权势地位更加的显赫重要 李诞经常跟他商量朝廷的大政方针 每次太平入朝奏事 都要跟李诞做很久 谈上很长时间 有时他没去上朝夜见 李诞会派宰相到他的家中 征求他的意见 每当宰相的奏事的时候 李诞总是要问 这件事跟太平商量过了吗 接下来还要问 这事跟三郎商量过了吗 这里的三郎 就是瑞宗述出的儿子李荣基 因为排行老三 所以称之为三郎 在得到宰相们的肯定答复之后 李诞才会对宰相的意见表示赞同 凡是太平公主想干的事 李诞没有不同意的 朝中文武百官 自宰相以下 或升迁或降免 全在他的一句话 在朝城中 经过他的举荐而平步青云 担任要职的世人 更是数不胜数 太平公主的风头 完全盖过了皇帝 所以对他屈原服事的人很多 太平公主的田产园林 遍布长安城 他家在收买 或者制造各种珍宝奇丸的时候 足迹是遍布岭南 以及巴蜀地区 为他上贡的人 是络绎不绝 太平公主 在日常生活方面 也处处模仿宫廷的排场 这一时期 无疑是太平公主人生 最鼎盛辉煌的一个时期 虽然皇帝是瑞宗李诞 但太平已经在事实上 把持了朝政 作为武则天的女儿 前有母亲的榜样 后有为后安乐公主 都动了当皇帝的心思 并付诸行动 太平难道没有想过 自己登基 向母亲一样均临天下吗 我想夜深人静的时候 太平公主一定仰望星空而心探过 我自己能不能像母亲一样 均临天下呢 抛开政治能力与野心不说 太平的个人势力 主要是倚靠皇帝的赏赐 除此之外呢 他还通过脉官欲绝收买人心 在某种程度上啊 这都是以权谋私与政治腐败的表现 太平并没有在朝野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自从武则天之后啊 朝野上下对于女人干政 有了本能的警惕 太平公主认为啊 预期当皇帝接受舆论的质疑 不如身居幕后掌握实权 在唐龙政变之后 太平公主干预皇位继承的政治投机 非常成功 瑞宗呢 对她尤为偏爱 如果说呀 中宗时期还有武士势力和伟后安乐公主势力 跟太平公主相抗衡的话 那么在瑞宗时期 太平公主啊 就完全的独当一面了 当年呢 尚未武后之言 未敢招权势的太平公主 现在 延然已经成为大唐帝国的真正主宰 太平公主在消灭维侯和安乐公主 势力的唐龙政变之后 登上了自己参与朝政以来权力的最高峰 从真正意义上成了大唐朝政的幕后主宰者 然而随着李隆基被立位太子 这对曾经共同发动政变 并肩作战的估值 在朝政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甚至到了视如水火的地步 加在自己妹妹和儿子之间的瑞宗礼旦 又会作何选择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继续为您解读 锡列节目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七集 风头盖国皇帝 瑞宗继位之后 太平自然是功不可没 再次以皇妹的特殊身份干预朝政 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宰相一下进退细于一言的局面 也保留了中宗以来应贵贫宠 卖官欲绝的现象 无论朝政如何 制度的运行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这使得朝廷也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立谁为太子 先来说说瑞宗的儿子情况 瑞宗一共有五个儿子 李承契 李承义 李荣基 李荣范 李荣业 这五个儿子均被封为郡王 按照立嫡长子的原则 应该是选宋王李承契做太子 再说李承契做太子 那可是老资格了 在自己的父亲瑞宗 被祖母选为傀儡皇帝的时候 那时候李承契只有六岁 他已经被立为太子了 所以当太平来造访李承契的时候 李承契他在悠闲的吹着竹笛 太平也不客气 直言道 如今满朝文武都在议论太子的事情 你是嫡长子 按礼法规定 太子之位非你莫属 李承契一连忙推上道 太子乃国之根基 我乃一介贤人 不堪重任 其实李承契心里明白的很 他有一位文韬武略的弟弟 是谁呢 就是李隆基 李隆基是瑞宗的第三个儿子 母亲是斗士 被封为德飞 虽然说是庶出的 但是李隆基在才能方面 是出类拔萃的 可谓是少年英豪 他的七岁那年 一次呢 朝廷举行祭祀礼仪 当时的金吴大将军武义宗 大声训斥 侍从护卫 李隆基马上怒目圆瞪啊 呵斥道 这是我李家的朝堂 与你何干 竟敢如此迅处我家护卫 随之呢 扬成而去 武则天知道之后啊 非常惊讶 不但没有责怪他 反而更加宠爱他 说呀 这小子必成大器 此时已经27岁的李隆基 有讨伐韦氏之功 而且手中的是握有兵权的 很快呢 就被立为太子 不过呢 令人奇怪的是啊 太平公主在瑞宗 李隆基为太子 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表达 不同的意见 我想啊 应该是考虑到瑞宗 和多数朝臣 都想立李隆基为太子 太平公主呢 很可能啊 就顺从了这一主流 这时的太平公主 和李隆基关系 还是非常好的 毕竟呢 此前有共同诸杀 伟后安乐公主的成功合作 再加上呢 姑姑啊 跟侄子之间 那是有天然的亲情关系的 所以呢 此时他们在 立太子方面没有分歧 讨伐为事有功的李隆基 被立为太子 但是大唐政局 平静的局面 没过多久 又被打破 这对姑子 在废除邪风官 整顿励志等 很多问题上 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对于太平公主来说 这不仅是挑战自己的权威 很多问题还涉及到 自己的利益 他产生了废除太子的念头 以太平公主在朝中的势力 他能做到这一点吗 关于太平啊 要废太子的原因 史书的说法不一 有很多种 大唐新语记载 持太平公主将由夺宗之计 是说呀 太平公主 有自己夺权的考虑 这幅圆规记载 太平公主专权 读太子明察 恐不立即 乃阴谋废除 这是说呀 太平公主看到这个太子 是明察求好 恐怕不利于自己专政 所以呢 就想废掉太子 自知通电这样写道 太平公主 以太子年少 一婆一只 继而单其英武 欲更则 缠弱者立之 以九其权 这段啊 是说太平公主 忌惮太子 英武有为啊 想选择软弱 听话的人立为太子 如果从人的心理角度 来分析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太平的做法 大家可以想想 太平那可是三朝元老啊 他经历了武则天 中宗 瑞宗执政时期 而树出的侄子李荣基 势力渐渐风版 正常情况下呀 如果是后生晚辈啊 对自己不敬的话 难免还会嘀咕两句 更何况呢 李荣基啊 这是在以嘟嘟别人的态势 影响到唯我独尊的太平 因此呢 太平公主散布 李荣基不是低长子 不该立为太子的舆论 他呢 还拉拢李荣基的掌兄李承进 并且做出许诺呀 如果废了太子的话 那么就以你为太子 同时呢 太平公主还派工人 随时监视李荣基的一举一动 27岁的李荣基 刚正勤勉 一心一意 想要见识好这个国家 因此呢 凡是腐朽的励志 特权阶层的贪污腐败等等 他都看不下去 而太平公主再次干预 皇位继承的问题 不仅仅是为了抑制李荣基 也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于是呢 太平公主啊 号召宰相联合起来 要废掉太子 太平公主之所以在朝中 有极高的地位和事实上的话语权 除了自己与设计有功之外 很大程度上来自四哥李荡 对妹妹的疼爱 加在妹妹和自己儿子之间的锐宗李荡 对于这对孤侄的矛盾 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 但从她对一些事情的反应上来看 她还是很护着自己妹妹的 所以在最初的孤侄斗法中 李荣基处在下风 此时从势力上来说呢 李荣基还根本不是太平的对手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 李荣基身边的谋士 宋景和姚虫 看到李荣基啊 跟太平闹得很凶 为了维护太子的地位呢 这俩人啊就上书瑞宗请求将太平公主啊 搬到东东洛阳去 瑞宗当然不答应了 说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怎么能分开呢 听到宋景和姚虫的上书 李荣基大为惊恐啊 赶紧上奏 贬斥二人 以此呢来向太平公主谢罪 从史书记载来看 太平公主确实是有才能的 他呢 是午后九 擅策人主为止 先是逢和 无不中 这什么意思啊 太平身上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 而经验这东西啊 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太平公主呢 又履历大功 易受尊重 所以啊 瑞宗常遇他商议国家大事 一位公主 按理说在制度设计中啊 仅仅是锦衣玉食的角色 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 但在这时呢 竟然能够费力皇帝左右朝政 这种女性参与政治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我想这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这时期 继承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 有着鲜卑血统的李氏家族 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淡薄 这一时期的金国英雄 冲上刚见强悍的大丈夫气概 武则天的称帝 可谓是女性参政的风向标 在他之后呢 太平公主 上官婉儿 伟皇后 安乐公主 都给社会营造了一种 女性广泛参政的印象 这就充分说明啊 当时社会女性地位之高 但是政治斗争的残酷冷血 也是他们必须最驾驭的 事实上 已经走到了权力最高峰的太平公主 能否始终保持完胜呢 在与侄子的斗争中 太平公主的命运 又发生了怎样的惊天逆转呢 明天我们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瑞宗李旦即位之后 对妹妹太平公主言听计从 太平成为大唐帝国幕后主宰者 而太子李隆基的势力迅速崛起 这一对孤侄之间的争斗 又将上演怎样的剧情呢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图太平 第八集 孤侄争斗 明日